上一个视频我们简单的做了课程介绍 然后从这个视频开始我们切入正题 首先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算法 说功利点可能就是 首先就是说为了面试比试吧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 尤其是大公司特别重视一些基础 尤其是算法跟数据结构 要求你必须要掌握的非常好 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掌握了基本的算法跟数据结构 我们才能让代码更加高效 这样子你能在正确的地方选正确的数据结构 另外可能就是说跟系统设计相关的 比如说一个费的流或是很多社交网站里面 我们去做用户关注 我们需要很多时候会用到Redis 你需要了解数据结构跟算法 才能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个 比如说关注系统 我们应该怎样来去设计 主要设计到系统设计 然后接下来再说 握层问题 就是说什么是算法跟数据结构 很多教材上都说 代码等于程序等于算法加数据结构 就是agorism 然后跟data structure 然后数据结构的话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抽象出来建了很多式结构 比如说对列啊等等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说有数组 还有列表 然后还有链接表 还有比如说集合啊 对啊 有常用的字典啊 包括对列跟站 都是我们平常经常用的一些数据结构 然后算法的话 实际上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 就是说在业务里面最多的 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查找 还有一个就是排序 这我们以后也会讲到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应该怎样来去学习算法 实际上我用的是一种 我感觉上就是这种笨方法 就说我们第一步是先去理解它 我们通过阅读各种资料啊 或者是看各种教材啊 视频啊来去理解 之后呢 我们一般就要亲自的 就是用手动来去模拟它 因为很多算法 你光平脑子想 你是不太可能凭空想出来的 而且有时候比较复杂的算法 你也很难在大脑里面 去模拟它整个过程 最后就是我们需要用 自己熟悉的编程语言 然后去自己尝试写代码去实现 就只有你亲自实验出来了 才算是就是真正的必要 对它比较理解 然后从下一章开始 我们将按照我们的目录 开始讲数据结构跟算法 最后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算法 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原理 还有它的实现 我们会亲自用代码来去实现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需要了解它每个操作的时间复杂度 我们还需要知道它占了多少空间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时间跟空间之间做权衡 用空间换时间 或者用时间来去换空间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知道 它们有哪些典型的使用场景 这样我们在代码里面就能灵活的来去选取 好 然后从下一章开始 我们将从最基本的数据结构开始介绍 代码实现的话 这里我们用python python是一种抽象程度比较高的语言 这样我们就能把主要的逻辑放在代码实现上 对它也号称是伪代码语 你不用关心一些内存分发或是指针等底层操作 这里需要你掌握parsing的基本语法 还需要了解一些面向对象的变成知识 但是我们不会用到特别深入的语法堂 从下一节开始我们从抽象数据类型开始讲起 然后慢慢的去介绍各种相法跟数据结构 我们下期再见